詞曲 李宗盛 今天是猜傳的主一 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 大家都可能在電梯口 甚至可能短片裏面都會看到 我今年的主題就是 泰需要你 我們一起在當中 去關心泰國的需要 泰國是一個佛教的國家 自從1828年 福音傳入去泰國 已經有195年的歷史了 接近200年 全國的人口大概有7200萬人 基督徒只有0.75% 而泰東北和泰南這個地區 更加少就是0.15% 而泰東北的地區 是佔了整個泰國的人口三分之一 當地也很缺乏的教會 甚至也缺乏牧者在當中 信徒和非信徒的比例 就是1比41400 即是一個信徒 面對4萬多個非信徒 可想言之 泰國是一個福音的硬土 也是很需要耶穌的愛 臨到一個地方 很需要基督徒能夠去到一個地方裡 去見證神的大能 願意我們一起在當中去關心 和為著神的角度一起去擺上 去關心這片土地的需要 在講道的時候 之時我們一起有祈禱 天賦佐賜 獻上感謝 你讓我們能夠在當中去認識你 更加能夠在地方裡去讚美你 去高歌在當中去讚美你的作為 我們心裏面存著一個感恩 因為你的救恩臨到我們身上 也都讓我們能夠在當中去認識你 我們願意你自己的愛 同樣臨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 特別今天我們提及的泰國 願你自己的愛 在裡面繼續去彰顯 願人的人心的心田 同樣預備在當中去聆聽你的話 求你幫助 多謝你聽我的討告 以上討告 好逢著命求 阿門 不知大家當你聽見猜傳或者宣教 你第一個印象會想起什麼呢 可能都會想起很多美麗感人的故事 宣教士在不同地方的足跡 又或者想起遠方裡有很多的人 仍然未聽見福音 他們很需要耶穌的救恩 但我要進一步問大家的時候 這樣宣教猜傳跟你和我有什麼關係 無論今天你對猜傳、宣教有多少認識 或者過去有沒有曾經的參與 我也很想今天早上能夠和神的說話裡面 給大家看一見 離開這個禮堂之後 我們知道宣教猜傳 是跟我們每一個都有密切的關係 我們每一個都有份在當中去參與 無論你是什麼的年紀 又或者你是什麼的背景 你同樣可以在當中去參與 今天的講題叫做 《探展神的角度》 效法耶穌動起來 今年猜傳部選取了馬太福音 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八節 這段經文 我們一起去讀這幾節的經文 耶穌走遍各城各鄉 在他們的會堂裡教導人 宣講天國的福音 又依致各樣的病症 他看見一大群人 就憐憫他們 因為他們困苦無助 如同樣沒有牧人一樣 於是他對門徒說 要收的莊家多 造工的人少 所以你們要求莊家的主 猜遣造工的人出去 收他的莊家 在四福音書的內容裡面 相信大家一點都不陌生 主要都是記載耶穌的身分 有關於他的事跡和教導 並且要帶出神的角度已經臨在 馬太福音的作者 一方面也邀請猶太人 和外邦人的讀者要認識神 另一方面也要呼召他們 作為耶穌的門徒 成為神的兒女 住在神的角度裡面 並且要去承擔 這個全福音的使命 使萬民去歸順基督 所以剛才所讀的經文裡面 特別提及到耶穌在地上 去拓展神的角度的侍奉 並教導門徒應該怎樣去參與 在短短的幾節的經文 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重點 第一就是關心人全人的需要 要走進到人群的當中 第二就是看見人困苦無助 要憐憫失喪的人 第三就是莊格多做工的人士 要祈求主派工人 第一方面我們要去效法耶穌的動起來 就是要關心全人的需要 要走進的人群的當中 作者在三十五節裡面講述 耶穌走遍各城各鄉 在他們的會堂裡教導人 宣講天國的福音 又醫治各樣的病症 當我們細讀福音書的時候 我們不難發現耶穌主要服侍的地區 都在加利利 亦都在去到鄰近 愛邦人的地區 從這張地圖我們可以看見 耶穌的足跡是遍佈這幾個地方 範圍是相當之大 有不同大大小小的城鄉 在當中列出了很多不同的城市或者鄉鎮 在《馬太福音》四章三十五節裡面講到 他的名聲卻是傳遍了敘利亚 甚至有一群人從加利利、底加坡里、耶路撒冷、 猶大、約旦河的東邊 來去跟隨耶穌 當我們看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會問 既然那麼多人從各方面都來到去跟隨耶穌的時候 耶穌真的不需要走那麼多路 不如坐定等些人來 不就更好 為什麼耶穌還要那麼辛苦 走那麼遠的路程 為些什麼呢? 經文指出 耶穌走到人群的中間 去到各城各鄉 有三方面的工作 第一 就在會堂裡面去當中去教導人 去認識神的律法 當時猶太人在會堂裡面 除了去敬拜神之外 就在會堂當中去討告 聽訓 甚至同樣都學習神的律法 耶穌走到會堂裡面 就是要教導他們神的律法 第二方面也說到宣講天國的福音 天國的福音是說什麼呢? 記得法利賽人曾經問過耶穌 天國什麼時候來到呢? 耶穌回答 天國來到的時候 不是用眼能夠看見 人也不得說 看呀在這裏 看呀在那裏 因為神的角就在你門心裏 即是說天國不是一些有形的物質 而是神權能的彰顯 當天國來到的時候 就在人的身上作供 正如施西日漢是耶穌的先驅 他在猶太的抗野傳道的時候 他說天國近了 你們要當悔改 故此宣講天國的福音 就是講到屬靈生命悔改的工作 用現代的說話 就是今天我們所講的報道傳道的工作 第三方面 耶穌是講到會去到各城各鄉 醫治各樣的病症 耶穌的醫治不單止包括了 肉體、患病、心靈的軟弱 甚至都被鬼附的人都得到醫治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 耶穌的事工有教導 有報道 也都有關為人的工作 想問大家 在35節裏面 大家看見這節的經文 當中最重要的行動是甚麼呢? 大家看不看到? 可能有些人都猜到 原來最重要的行動不是教導 不是宣講 而不是醫治 因為在原文裡面 最重要的那個字 動詞是個走字 走遍各城各鄉的走字 要走出去 如果耶穌沒有走出去的話 後面的事工就不能夠發生 正如耶穌基督吩咐門徒 在大使命一樣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同樣都是個狗走出去 走出去並不是沒有目的 走出去是有方向 走出去是要去接觸破碎心靈的群體 認識他們的需要 關心他們 走出去代表耶穌 去帶著這份的使命 是要在當中去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以神的話帶給人那份的安慰和盼望 讓人破碎的心靈 被神的話 重新在當中去建立 找到人生的方向和目標 無論猶太人還是外邦人 耶穌沒有因為他們是什麼的角色 來自社會什麼的階層 是年長還是年幼 耶穌都去到他們的中間 埋身接觸他們 服侍他們 因為耶穌清楚自己的使命 他說人子來不是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並且要寫命作多人的屬家 耶穌不單止在當中去走 走完一個地方 也都走去另一個地方 可見耶穌很辛勞地 在當中去進入人群的當中 主要是認識他們每一個 關心他們全人的需要 若沒有人走出去 參與拓展神的角度 人就不能夠去認識神 人也都不能夠在當中去相信神 正如在羅馬書裡面 十章十四到十五節裡面說 然而人未曾信他 怎能求他呢 人未曾聽見他 怎能信他呢 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的 若沒有奉差遣的怎能傳道呢 如經上所記福音傳起順的人 他的腳中是何等的佳尾 除了耶穌升天之後 保羅蒙照成為外邦人的使徒 在外邦人當中去傳福音 效法耶穌的榜樣 走到各大的城市 在當中去傳福音 建立教會 幾乎遍滿當時 地中海為中心的亞洲 歐洲的各處 單單要去到這些地方裡面 去傳福音 他是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以及面對很多不同的危險 保羅同樣在不同的地方 去講傳福音之外 更加他會去探訪門徒 以臣的話去堅固 以及去勉勵他們 保羅在十二使徒當中 不是唯一一個 在當中去踏上外邦宣教的使徒 多瑪和巴多羅馬 在宣教裡面去到南亞的大陸當中 而多瑪也都在南印度 在當中去落腳 將福音傳到去波斯 即是今天的伊朗 在主後五十二年 再傳到當中去印度 在印度的南部 建立了七間的教會 直到主後七十二年 在印度 曼拉普爾一地方為主殉道 取得印度使徒這個專稱 印度的福音工作 都是從南部開始 如果神今天 如果神呼召你 或者你的家人去傳福音 去到做宣教的話 你願意為神走出去嗎? 或者你願不願意支持你的家人 在當中去踏上這個宣教路嗎? 有沒有人願意的? 有一個,感謝主 有一個,感謝主 我相信沒有舉手 可能要有很多考慮 考慮是否有很多想法呢? 是否自己年紀大呢? 又或者是否還有很多東西還未放下呢? 是否 如果是年紀大的話呢? 我想介紹一位,一位老人家 這位老人家名叫江伊 第二,暫時是我認識的或者知道的 他是最年長被拆出去做宣教 你知道他幾歲嗎? 他93歲 他被神呼召 離開去加拿大的安書區 放下他家人 放下他的孫子 放下他的兒女 被拆到一個創啟的地區裏面 在老人院裏面居住 中心去作宣教 天天在院舍裏面 向一些老人家傳福音 去年他97歲 剛剛縱原風好發 他感謝主仍然在當中 神給他有力量 扶著那輛車子 走去不同的流程裏面 去為主傳福音 他的生命 帶領了很多人認識神 也都堅固了很多的初信者 並且他的生命 也都激勵了很多的弟兄姊妹 上年11月 江伊安息主懷 一位忠心良善的典範 他的足跡留下了街尾的腳中 親愛的弟兄姊妹 從江伊的見證 我們有誰敢說 自己老母無能力為主 在當中傳福音去宣教呢 我們還有什麼理由不去參與呢 若果神呼召你做宣教士 盼望我們不再猶豫的 勇敢的為主去踏出去 若果神沒有叫你做宣教士 你仍然可以在你的本地 各城各鄉 可以在你的公司 你的家族 你的鄰居 你的社區裏面 繼續為主作美好的見證 你們願不願意呢 有多少人願意的 感謝主多了很多隻手 第二方面 我也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們要效果耶稣動起來 第二方面是什麼呢 就是看見人困苦無助 要憐憫失喪的人 在36節說到 他看見一大群人 就憐憫他們 因為他們困苦無助 如同沒有牧人一樣 耶稣走遍各城各鄉 主要在加利利一帶的地區 服侍 他看重的是人的需要 經文說到 他很留意 他所看見的人 就憐憫他們 憐憫這個字 是一個動詞 原文的意思就是 心腸肺虎被搞動不適 就是很不舒服 描寫耶稣看見 這群麻風的病人 伯夫長的伯仁 惡苦 彼得的岳母 風浪裡面 驚慌這群的門徒 失去女兒會堂的主管 被鬼附的 患血漏的 慢的 坦的 核眼的 耶稣看見這群人的時候 他的心腸肺虎被搞動 耶稣看見什麼呢 經文說到 耶稣看見 是一大群人 他們是困苦無助 困苦原文的意思是 有皮開肉難 疲倦灰心 喪膽 脅落困滑的意思 無助是說到 他們已經被凋棄 被打倒 使得他們屈服 使得他們灰心失望 所以困苦和無助 兩個都是分詞來的 形容人身處那種困壁 壓力之下 要掙扎求全 無人理 無人愛的狀況之下 耶稣看見他們的時候 他形容這群人是什麼 羊沒有木人 照顧一羊 意思他們沒有牧羊人的引導 也沒有牧羊人的保護 更加沒有牧羊人的遺羊 在巴雅斯坦地 適合放羊的地方 在一些乾燥的高地 就是所謂的抗野 抗野是無盡的 有很多岩石 沒有樹 沒有草 究竟哪裏有水 究竟哪裏有草 只有牧羊人知道 因此羊沒有牧羊的時候 帶領就必死無疑 因為他們找不到食物 亦都找不到水喝 甚至會被柴狼在當中襲擊 連被可能都會被剝 在耶稣的時代 當時這群領袖 沒有盡他們自己的責任 去提供引導和保護神這群百姓 令他們變得困苦無助 百姓除了在羅馬政權的壓迫之下受苦 亦都要在生活裏面受著很多不同的憂慮 疾病和困苦 再加上百姓心靈裡 沒有神話語的慰養 所以他們心靈的枯光 處於水深火熱之東 面對困苦無助的人 我們很容易對人說 我會為你祈禱 但我們的憐憫的心 若只限於在討告裏面 這個並不是神所說的憐憫 因為神憐憫人的時候 祂不單止關心人屬靈的需要 祂同樣關心人心靈和肉身的需要 耶稣對這群人的憐憫 不是單單情感的流露 同情他們的遭遇 而且亦都會採取行動 正如一群人他們在抗野地 已經夜晚了 不容易找到食物 但是耶稣知道這群人的人數也不少 所以耶稣看見這個情況 祂就憐憫他們 不想他們捱著我地離開 就顧念他們肉身的需要 五餅二餘的成績就是這樣出現 不單止是這樣 耶稣亦是主動地把困境裡的人 在當中拯救出來 正如住在格拉森被鬼附的人 耶稣是甚麼 專程坐船去到他們的中間 將他身上的烏龜趕了出來 去到豬群裡 以至人生命裡得著釋放 重拾那份尊嚴和盼望 原本這些人與耶稣沒有相關 但因著耶稣的憐憫 他們得著醫治 得著幫助 親愛弟兄姊妹 你有沒有經歷過神的憐憫呢? 有沒有? 有 很肯定我們每一個都有 為甚麼我們這麼肯定去說呢? 因為若沒有神的憐憫 今天我們不會坐在這裏 因為天父給人最大的憐憫 就去賜下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 為罪人預備這份救恩 使我們曾經活在困苦無助的狀況之下 能夠再一次去得著盼望 得著救恩 得著一個永恆的福分 耶稣同樣去恩著這個憐憫 去進入到這個世界當中 去走遍各城各鄉 到處去宣講天國的福音 甚至走上十字架 這段的動力 同樣都是因為這份憐憫 因為今天猜傳宣教士 繼續猜派到不同的地方 去為主去宣講 同樣都是因為這份憐憫 去走到很多困苦無助人的身邊 都很希望能夠帶著這份神的憐憫 去到人的裏面 亦都成為宣教士那份的激勵 多艱難 多麼困難都堅持下去 與失喪的人同行 憐憫這個字 英文是compassion 意思是共還難 宣教的工作 就是將神的憐憫 帶到破碎人的心靈裏面 告訴他們知道 終然今天他們在世上孤單無助 但耶稣願意與他們同行 共還難 好叫他們能夠去經歷神的大愛 今天我們同樣都要去效法 耶稣基督這份憐憫人的心場 以致我們一起去學習 如何去關心神所關心的人 早前認識一位宣教士 她是一個很年輕的姊妹 單身的姊妹 她中學的時候的階段 面對她人生的低谷 和她很無盼望 很絕望 耶稣在那一刻就拯救了她 由她原本極度悲觀 自卑的生命 一百八十度的改變 十多年前 在一次的猜傳聚會裏面 去回應主的呼召 願意成為宣教士被猜出去 神透過一次的靈修 也都神給她看見穆斯林 很需要神的憐憫 很需要神賜下的活水 從那天開始 她就為了穆斯林得救她祷告 並關心他們的需要 姊妹要去的工場 並不是一般的大城市 而是長年在戰火裏面 99%以上都是穆斯林 當地的通訊也不完善 沒有我們打Whatsapp 那麼方便 真是一個很極度艱難 和危險的地方 真是想不到一個單身的姊妹 和她的家人都很支持姊妹的決定 當其他人問姊妹的媽媽 為甚麼你不將你的女兒 留在你身邊 讓她去照顧你呢 反而你捨得 將你自己獨生的女兒 拆出去做宣教士 姊妹的媽媽指出 昔日宣教士來到中國 他們同樣都去付出很沉重的代價 來到我們落後的中國當中 去傳福音 若不是他們來到中國 今天我和我的女兒 都聽不到天國的福音 我又怎可以這麼自私 將女兒留在自己身邊 而剝奪了別人去聽福音的機會 得著神的憐憫呢 親愛弟兄姊妹 我們真是要效法耶穌基督這份的憐憫 將福音帶到困苦無助人的當中 你願意嗎 可能在我們當中有人會想 怎樣才可以有那份神 那份的憐憫呢 憐憫人的那份的心呢 其實經文已經給了答案我們 就是以耶穌基督的眼光 去看世上的人 我們看見他們如陽沒有木人一樣 還是見到他們就當見不到呢 有一年我去太東北的短孫 一進到一個村落裡 遇到當時的村民 他們慶祝不知什麼字日 大家在路邊裏面 又跳舞又唱歌 很開心 整個村落很多人一齊出來 路的兩旁也都擺滿了很多的小食 甚至村民 看到我們的外來人的時候 他們都送上那些食物給我們 那一刻我看見他們很開心 也是一幫很有善良的人 但聖靈提醒我 一日神要再回來的時候 這片土地都要被消滅 不信的人終極都是會沉淪 所以神教導我要用神的眼光看他們 福音要臨到這片土地裏面 讓這幫太東北的居民 能夠去認識主 同樣今天我們不可以忘記的 自己都是曾經過去的本相 若不是昔日有人向我們傳福音的話 我們根本無法脫離 那份困苦無助的生活狀況 更加不能夠擁有一個豐盛的人生 求主幫助我們 看見孫港天國的福音就重要 下星期二和星期四晚 也都有差傳的晚會 鼓勵你們一齊來出席兩晚的聚會 一齊去關心泰國的需要 第三方面我們要效法的是 耶穌基督動起來 要莊架多做工的人少 要祈求主猜派工人 我們一齊見到的是讀第三十七節 耶穌基督動起來 於是他對門徒說 要收的莊架多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們要求莊架的主 猜遣做工的人出去收他的莊架 耶穌基督動起來 耶穌基督動起來 除了去比喻世人困苦無助的羊之外 在三十七節 他更加把這個世界比喻為 等待工人收割的莊架 想問大家 莊架的主是誰 很容易回答 是的 就是神 莊架是指誰 就是要拯救的靈魂 工人是誰 是的 我們每一個 大家很聰明 很認識這段經文 就是我們每一個的信徒 耶穌說莊架多做工的人少 不知道你聽見耶穌這樣說的時候 你心裡有甚麼感受 有多少人聽見的時候 心很不安心 有多少很不安心 都有 是不是 OK 有幾人覺得很焦急 很想立刻出去為主收莊架的 有沒有 又沒有 又很奇怪 又焦急 都有 都有 感謝主 真的 我聽見 看見的時候 我都覺得很焦急 外面這麼多莊架 讓人收 為何不收呢 但耶穌說甚麼 要先討告 究竟要為甚麼討告呢 就是耶穌說 要祈求莊架的主 猜遣他的工人 出去收主的莊架 其實猜遣這個詞呢 我的意思原文呢 就是要趕出去 拋出去 並不是我們平時所用的說 派出去 換句話說 是一個很迫切 求莊架的主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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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工人出去收莊架 並不是再派人出去 甚麼 殺種 所以不要再拖了 不要再拖了 要把握時機 整個的討告的焦點 不是莊架 是猜遣工人出去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其實莊架的是主 不是我們的 猜遣工人的責任是誰 亦都是主的責任 不是我們 其實神自己可以親自去猜遣工人出去 不需要我們 為甚麼神要我們在當中去討告呢 我相信神很想我們同樣去關心祂關心的事 而且神很想我們加入這個天國的行列裏面 所以有人說 如果天父沒有呼召利到前線做宣教的工作 你便應該在後方成為討告者、支援者 同樣都是參與宣教的事 我們要記得 我們不是求主做我們想做的事 因為神才是那位的主 我們只是做主的工作 我們要討告 求主猜遣合適的工人 做祂的工作 如果從全角度來看 我們應該去討告主 猜派更多的工人出道去 去一些小工人收主莊架的地方 以致神的名得著榮耀 親愛弟兄姐妹 我們有為神的角度去討告嗎 我們有沒有為神的榮耀 在當中去討告呢 我們有沒有為自己的生命 能夠成為適合的工人 去收主的莊架去討告呢 還是我們常常都是為自己的需要 討告多些呢 耶穌說過 你們要先求祂的角和祂的義 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 願意我們都為神的角度 為神的榮耀 宣教的事工一起去擺上膝頭的功夫 一起討告 一起去做宣教的事 記得曾聽見一個的見證 講到一位宣教士在穆斯林裏面的工作 他用了十五年的時間 去建立了一間四十人的家庭的教會 並且按納了幾位的長老 輪流在當中去教導弟姊妹 聽起來好像信徒人數很少 但當我們了解 原來在穆斯林群體裏面 有教會實在是一件不簡單的事情 因為按照當地的法律規定 有人離開了伊斯蘭教 最高的刑罰就是要死刑 宣教士居然能夠在這個地方 去建立一間這樣的教會 實在是一件神職 很多人都覺得 這位宣教士真是厲害了 傳福音一定很有恩賜 但宣教士分享一個真相的時候 原來他來到這個地方 這個國家足足頭六年的時間 他什麼都做不到 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學語言 學得很辛苦 勉強可以應付日常生活的需要 而教會只有他和他太太和一些同工 連一個本地人都沒有 完全傳不到福音 他心裡很難過 他對神說 不是你猜我來的地方 要向穆斯林去傳福音嗎? 他們不是很需要主理的福音嗎? 為什麼這麼多年一個人都沒有信主呢? 宣教士心裡感到很灰心 什麼都做不到 但宣教士覺得他需要改變 他在神面前 納至每個星期他禁食一次 專心的就是為著當地的穆斯林 和他自己在當中去討告 幾個月之後 表面上沒有任何事情的發生 但他內心感受到 有些很強烈的領袖 他看見自己生命裡面很污蔑 原來他發現自己仍然有老我 原來他不是那麼愛神 不是那麼愛當地的人 所以他在神面前悔改 尋求神的赦免 後來他覺得一星期一次禁食不足夠 就改為一個星期有兩次禁食 為了當地人和自己在當中去討告 幾個月之後有什麼事情發生呢? 有發生 但不是發生在他的身上 而是發生在他太太的身上 因為他太太去探訪當地一位婦女的時候 當她踏入別人家家的時候 當地婦女馬上指著這位孫教士跟她說 就是你了 我很認得你 我已經等了你十年 孫教士太太太很莫名其妙 因為這次是第一次去探訪這位的婦女 還說認得我? 又說等了我十年? 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原來十年前這位婦女尋求真理的時候 有一個白衣人向她顯示 將孫教士太太的樣貌給她看見 將來這個人會將真理告訴你 這個婦女就是這樣等 一等就等了十年 感謝主 這位婦女最後都信了耶穌 後來更加帶了二十多位的穆斯林 在當中去信主 並且在教會聚會 親愛弟姊妹 主的莊架已經準備好 等人收割 這十年的等待 是誰等誰呢? 究竟是這個婦人等待神 還是神等待合適的工人被猜出去呢? 神一直在當中去等待工人願意的 在神面前去放下自己 重新去尋求神 並且被神去建立 好讓祂的生命能夠被神去使用 成為更加多人的祝福 今天神要我們參與天國的事 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建立我們的生命 使我們更加在當中去認識神 更加明白我們生命的有限 需要更加多的討告 以及去依靠神 最後真正成就宣教的 不是人 是完全是神的工作 今天神也都正正去等待我們 以我們願意將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老我 爛了我們神使用我們 生命裏面的沙沙石石 要挪開這一切 透過走進去對人群裏面 關心人全人的需要 看見人困苦無助 要憐憫失喪的人 莊架多作供的人少 要祈求主 猜派更加多的工人去收的莊架 所以很想用保羅 在羅馬書十四章七到八節 一番話是彼此的護面 我們沒有一個人為自己而活 有沒有一個人為自己而死 我們若活是為主而活 我們若死是為主而死 所以我們或死或活總是主的人 願意我們每一個弟兄姐妹 僅僅記得 我們不是宣教士 但我們仍然可以做宣教的事 你是不是為此而活呢 最近有一首詩歌很感動我 也很觸動我 就是為此而活 這首詩歌 歌詞裏面是這樣說 每當我讀到你復興的作為 我的心充滿激動 想到失喪靈魂的痛 似乎我就是為此而活 每一天我等候 你再次工作 就在這些年你憐憫的觸摸 以至從你寶座湧流 讓我能夠參與其中 我心呼求烈火再次焚燒我 聖結的呼召重新再來點燃我 神職的歧視 見證彰顯你的覺 我的雙手全然奉獻給你用 我心的渴望 祭壇的火焚燒我 用你的義仗每個早晨叫醒我 你的福音傳遍地極每個角落 親眼能見福興臨到我們的當中 我活著為了基督 其餘都有益處 唯有基督是我的自保 世上萬事都失去榮耀 這首詩歌的內容 都是我們每一個弟兄姊妹的心聲 我們一生為主而活 我們一起祈禱 請大家低頭的時候合上你的眼睛 很想問問在座的弟兄姊妹 當今天你聽完今天的分享 神對你有什麼提醒呢 很想給大家一個挑戰 有幾個弟兄姊妹 今天向神納字 願意孝化耶穌走出去 無論在你的職場 你的家庭 你的社區 甚至世界某個角落 甚至有一天神呼召你的時候 你願意成為宣教士 帶著神的憐憫 與人分享福音 關懷別人的需要 有幾個 如果有請你舉舉手 好 看見 看見 感謝主 感謝主 好 第二個 第二方面就是有幾個弟兄姊妹 願意在禱告裏面 常常去迫切 為神差遣合適的工人 出去收主的莊家 有幾個人願意在禱告裏面 去擺上呢 有幾多人 好 看見 看見 好 感謝主 我們一起祈禱 親愛主耶穌 多謝讚美你 你給機會爹 我們能夠聽見你的說話 使我們知道 我們為著拓展神的角度 你留下了好的榜樣 使我們可以效法 並且提醒我們 不要忘記 今天我們都是一個蒙恩的罪人 要參與全揚天國福音的事工 剛才各人在你面前的納志 你都看見我們對你的回應 求你加力給我們 向你回應的弟兄姊妹 無論有舉手的還是沒有舉手的 深信你都看一見 你都知道我們的心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靠著自己 都不能夠持之意行 求主聖靈保衛師幫助我們 讓當我們軟弱 我們忘記的時候 叫我們提醒我們更加 記得今天在你面前的納志 一起為著神的福音 萬國萬民福音的需要 齊心努力 完成你給我們的託父 多謝你聽我的託告 奉主名求 阿門